它是一個有鬥趣的愛情勵志的故事 那講不正經一點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自戀狂魔跟淹世小姐的故事 因為子彤的一個角色設定 其實是參考蘇麗文小姐的故事 每次在看她比賽的時候 其實就是會很激動 然後會很困惑說為什麼 林可讓自己她可能一輩子都沒有辦法在上場 林可讓自己受到這種傷害要撐到最後不能撐的那一刻 冒季很柔軟 但是堅持很難 其實是想要透過我們的故事去講 我們運動選手他其實對於勝利的執著到底是什麼 然後透過我們主角本身去詮釋這樣的一個故事 其實我們主角角色都有自己的創效 只是怎麼去面對 或者是在於到真的對著另一半的時候 怎麼在彼此的陪伴中得到一個療癒 很多時候愛情其實是從告白之後開始的 那怎麼去經營 怎麼去讓這個愛是加分的 所以這時間越來越累積這個東西 是一個課題啦 我希望這個故事算在虛偽之餘 可以讓觀眾多少感覺都要堅持 不管是在愛情或愛事業或在自己的夢想那裡